其中在台中引南地区 我们目前已经发布大雨特曝 今年两天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那么在今天苗栗引南地区 都有几处的挑战症或雷雨 其中在台中引南地区 我们目前已经发布大雨特曝 那除了中南部地区有比较明显的降雨之外 其他北部东半部地区 还是天气比较稳定 然后有比较高温炎热的状况 而明天的天气其实跟今天类似 但是明天西南风带来的水气 会再更进一步的增加 苗栗引南都有可能有局部短暂准雨或雷雨 其中在南部地区 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或好雨的情况 而至于封面的位置 目前还是在台湾比较北边的地方 那未来到了周一会慢慢的下来 周一会在台湾北部海面逐渐接近台湾 北部地区在周一的时候 可能一开始还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还有可能有局部高温 但是随着时间慢慢到了周一的下半天之后 这个封面会逐渐的接近台湾 那北部开始也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准雨或雷雨的几率 所以周一整个降雨的范围 慢慢的增加到北部地区 然后到了周二到周四 就要留意整个西半部地区跟宜兰地区 都有可能有比较明显的大雨 或者是不排除好雨发展情况 那也要提醒大家 在封面影响期间 都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 要注意比较累积强震风等剧烈的天气现象 这个视频是我们栏目的下半天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